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好,我是卡洛斯 在很多集中,IOT 物聯網影片後 有些老師、同學、二次朋友都問我 用快感的 Note 7 MCU 來接收信息 可不可以控制家裡的電器 這個不用問,當然可以 現在我以前的影片都教過大家 怎樣做一個智能的電器器 裡面 Note 8 MCU 是駁了計電器 再控制外面的電器 只不過後半部分 很多人怕了他不敢做 所以今天就打算跟大家講一個話題 就是一些基本的電學知識 和電工接線 但在繼續講下去之前,我先戴頭櫃 我並非電工裝修工人 所以我是不需要考牌的 但幾十年前我讀中學已經是讀電工的 以至於中學之後 我也是讀電子電機工程 如果連接個插鬚 或者接個電仔都不懂 就真的讀試騙了 但回到後來講 因為我有一個老師 並非一個電工裝修工人 為免一會兒我的講解和示範 又有人留言說 這些並非專業做法 所以我說要先戴頭盔 不如我們這樣講 術業又有專工 在社會上每一個行業 都有專門人才 但如果我們家裡講得說DIY 我們只需要兩件事 第一,我們就一定要明白整件事的原理 第二,就真的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或者我打個比方 你在電視看肥媽教你煮菜 你都可以說他不夠大酒樓那些大廚師專業 那說法是否就是我們不夠專業 就不可以在家裡廚房開火煮飯 同樣做電工都是一樣 我們不是做裝修的 我們的做法 可能跟裝修師傅有些分別 因為人家一天可以做幾十個入場制 我們只是搏一個半個 但只要我們懂得電工的基本原理 和保障自己不會碰到 其實在家裡都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接駁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人移民 這些接電線的技術 當你去到外國 你就發覺非常之非常之有用 因為沒有理由接兩條電線 你要叫個腦袋 搭兩個小時車來幫你做 回到正題 究竟我們家裡接電線 需要知道什麼 和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 在這裡和大家找回 初中的電學基本知識 好嗎 讓我們來看看 我教學生用NOTX 平時用Arduino也好 用NOTX也好 我們都是用直流電 而我們家居使用的是交流電 直流電的電壓是穩定的 而極性是不會轉換的 至於交流電 極性是不斷轉換的 而電壓的變化是晴靜延波的 至於我們平時用的直流電 是低壓的 一塊電芯1.5W或者9W 但我們用的交流電就不是了 香港市電壓是220W 還有交流電的頻率是50Hz 還有一樣東西大家要知道 我們用英式插頭 它是三腳插頭 是13M 大家都知道 人體承受到30多W 已經感覺到有電擊 所以220W 是隨時致命的 但又不用怕 因為家居買回來的很多電器 其實就不是用220W 就像這些手提吸塵機 其實它是用直流電的 但它又不能入電芯 所以我們會為它買了火牛仔 火牛仔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個變壓器 首先將220W 降壓成為9W 或者12W 然後再經過這個整流的裝置 把它變成直流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大家一定想知道 究竟插頭的三條線是代表什麼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看 原來插頭裡面有三條線 分別稱為火線 中線 和地線 英文就叫做Live Neutral 和Earth 這些線的名字很奇怪 不同人不叫法 香港和國內都有點不同 LiveL線 多數人會叫做火線 但有些人叫做上線 Neutral 也叫做中線 內地就叫做零線 至於Earth 應該正名叫做地線 但你聽裝修師傅說 拍了個水器 他們就叫做水線 所有東西都有典故 其他顏色方面 火線 多數是黃色 或者有時候會是啡色 中線 以前是黑色多 但現在就變成藍色 而地線 一般都是黃色混綠色 黃色混綠色 好像紐麻花 三條線裏面 其實只有火線是危險的 因為它是提供電力的 碰到它就會死 為什麼會死 我們讀電學 是要經過一個回路線 才會通電的 為什麼碰到火線就會死 讓我繼續說下去 中線 零線 其實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回路線 意思就是說 火線出來的電 要經過Neutral 所以也要稱為回路線 第三條線 就稱為地線 剛才我講過 有些人叫做水線 因為以前的住宅 一般 就把地線 摺在水管上 因為水管是通過地上 而地球 是一個無限大的電容 摺在地上 摺在地上 電就會走去 回到火線 為什麼會觸電呢 道理也是這樣 因為當我們手觸火線的時候 身體是導電的 而我們的腳 因為踩著地上 所以火線的電 就會通過我們身體去地上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樣會觸電的 觸電的感覺 可能是一個電擊 也有可能 電流經過你身體 主要的器官 例如心臟 會立刻致命 那地線的作用 做什麼呢 地線的作用 就是用來保障你 不要那麼容易觸電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說 地線摺在水管上 萬一 我只是說萬一 一條火線 掉了出來 不小心塞到機殼 那火線的電 就會經過地線 流到地上 而你摸到機殼 就不會電傷了 而以前很多的電器 你想想想 無論是冷氣機 或者是雪櫃 外殼都是金屬的 如果外殼是漏電的 或者是有一些磁場 你摸下去 雖然電器不死 但會有觸電的感覺 如果摺了地線或者水線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就是說 漏電會通過地線或者水線漏走 所以在電箱裡 就會增加了一個 叫做水氣鍵的鍵 但當相當多的電量 在流經水線的時候 水氣鍵都會跳開 好了 但是來到這裡 大家看看 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很多國家的插梳 很多都是兩隻腳的 你說如果插梳 不接三隻腳就會電死 那內地用雙腳插 十幾天就會電死了 所以有時候理論的東西歸理論 實際上 就未必一定要駁三條線 因為很多電器都不是金屬外殼 那你摸著外殼 又怎麼會觸電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一定要駁三條線 現在我們就很喜歡淘寶電器回來 所以如果你買了一件淘寶電器回來 你發覺它是兩腳的 那你買回來香港用 你剪走了兩腳插 駁到三腳插裡 其實駁兩條線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買回來那件電器 本身就是三條線 即是說它是金屬外殼 像一個垃圾 那你就要駁回三條線 好了講了那麼久 來一點實作 我就駁回一個插數給大家看看 你要準備十字螺絲批 試電筆 和一個剪鉗 首先用十字螺絲批 打開這個13M插數 打開了之後 這個你應該看得很清楚 裡面三條線的接線位 包括L、火線、N、中線 還有這個地線符號的地線 這裡有一個俗稱Fuse的保險絲 它就是接了到火線上 由於這個是13M插數 所以這個保險絲 當然電器扯在電流超過13M 這個保險絲就會融斷來保護電路 我們再看看入線位 就是一條膠條 用兩口螺絲是相實的 作用是自然夾著電線的外皮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刺斷 好了 接著我們就拿電線那邊 來分一下顏色 分別是啡色、藍色 和黃綠色三條線 必須要正確地對照 插數上面的L、N、E 三個接線位 而L線和N線 就不需要那麼長 我們剪短一點 如果電線外皮開得不足夠 我們可以把它再剪開一點 之後就分別把三條線開外皮 開完外皮 最好把銅線tree set一下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散口 之後就經過入線位 將三條線一起插入插數裡面 再收緊兩顆螺絲 夾緊電線外皮 最後自然分別接好三條電線 在這裡必須要一再提醒大家 三條電線接的端位 一定不可以搞錯 譬如這條黃綠相間的電線 就要接下去有地線的符號 而這條啡色的線 就要接下去有保險C 這個L的線位 最後剩下這條藍色的線 就要接下去N 這個接線位 接好之後 為安全起見 必須要再三檢查有沒有接錯線 還有再試清楚三顆螺絲 是不是都能令得緊 完成之後就可以蓋上插數蓋 和上回好螺絲 那這支圖回來的辣雞 就可以在香港用了 好了插數就搏完了 那家裏還有沒有 跟電器有關的線路 我們是可以碰到的呢 比如我們自己來說 因為我懂得所有的安全措施 還有我知道自己分線 會分得很清楚 一定不會搏錯的 所以以下我所教的 就比較高級一點的操作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信心 就不要碰了 跟著我想做什麼呢 跟著我就是想安裝 我家裏未安裝的智能燈制 就是這種 我之前也有做過影片說過 這些智能燈制 有零火版本 也都有單貨版本的 單貨版本很容易接 你拆開原來的燈制 兩條線換兩條線就可以了 但要接零火版的智能燈制 你就要在別的地方 拖一條零線過來 之前的影片 我沒有完全示範這一部 今天我就做給大家看 其實今天要做的 就是疫情前的首尾 上面那兩個雙關鍵 已經被我們設定了 剩下的就是開圓關燈的 先用螺絲批 拆開面蓋先 大家會問 我這個時間不關電 會不會危險呢 其實就不會的 我不關電 因為我想測試一下 哪一條才是帶電的火線 至於下面的抽氣線 我就想在裡面 偷一條水線出來 同樣我都要判斷清楚 哪一條是火線 肯定知道哪一條是火線 之後呢 就真的可以關電 大鍵通常是廚房的 打開了這道門 爬上去看看 你就很清楚 會見到 第三個鍵就是 管抽氣線的鍵 第一個鍵就是管客廳 廚房燈 以及走廊燈 就是這樣 現在我就拿一條藍色的電線 來開皮 準備用來偷這個水器 在下面的抽氣線 的黑色線 偷了一條藍色線出來 穿過這個洞 從上面引出來 這條線 稍後可以用來接燈火燈 基本上這個時間 就可以封回抽氣線的面板 至於舊的小燈 原本有三個開關 三個開關都通了火線 現在我就一次過拆了它出來 將那兩條帶點的火線 一拼過就插進去 智能開關的火線位 然後收緊螺絲 另外剩下的紅色線 就不是火線來的 就是燈具線來的 所以自然就接入去 智能開關的燈具線位 最後剩下的 是這條藍色的水器線 接到去智能開關的零線位 接到這裡已經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我們可以打開智能開關的面板 雙方螺絲入場 最後就打開抽氣線 和圓關燈的電鍵 你見到智能開關 已經可以當作觸控開關用了 至於怎樣設定語音功能 就可以參考我以前有關智能家居的影片 好了 經過今天的較為詳細講解 我將基本的家居會遇到的電功接線 無論原理和實作都跟大家講解了一遍 希望大家真的能夠再加得到 可以處理到家居的電功問題 將來移民都不用怕 也是那句 如果你聽完都還是一塊雲的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想你家居遇到電功的問題 你都唯有打個電話叫師傅上來幫忙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請你訂閱 按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